日前传出宗教团体要在苗栗县投屋乡建造闭关中心 并向信众募款 然而县府随后证实 这一处预定地是水源保护区 石虎七地不得开发作为宗教用途 引起捐款信众的担忧 前往地检署指控宗教团体诈棋 十多位信众聚集苗栗地检署为自己讨个公告 我们自己这边家家其实有100多万 但是因为我们当初也没有拿到正式的手据 所以很多人就是没办法提出手据上的一个证 所以对于信众们来说 当然是基于信仰的关系 然后希望捐赠让协助法王来盖闭关中心 但是发现这个协会 不只是他们很多的捐赠是没有开手据的 同时很多信众其实也要求要退款 因为他们很担心这是一场骗局 由宗教团体原定在投屋建造闭关中心 并向信众募款 现付随后准时用地步的开发宗教用途 使多位民众共捐出百万元 担忧受骗因而提高 那为什么又发讯息 发公告给大家说那个土地 并是没有的 并不是新闻报的那块土地 捐款一律受捐赠的宗教团体初步同意退款 但信众对闭关中心仪式依旧充满疑问 那本件主要的这个受害者他们的诉求是说 也是希望说他们所捐赠的这些金钱 可以让这个受捐赠的单位 做一个适当合法的说明 那因为他目前是 比较没有一个求助的管道 所以就想借由我们议员 以及这个地检署的一个证办 让我们这件事情水落石出 正式提告进入司法调查 大家都判厘清真相 捐出的血汗钱不会遭诈骗滥用